据西华社,近日,网传广西有民办职业学院涉嫌违规招生,导致学生因无学籍被劝退。 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针对民办职业学院涉嫌违规招生一事。 这两个部门已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 据介绍,自治区教育厅和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在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中, 已发现广西科技职业学院和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涉嫌违规招生。 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依法依规, 对这两所学校的违规招生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对涉及考生的报名和录取资格逐一核实,并依法依规分类处置。 后续有关处理结果将及时向公众通报。 据此前报道,10月12日,广西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李鑫、化名、反映, 他2023年6月毕业于贵州一所高中,当年被广西科技职业学院护理专业录取。 在学校期间,他上的是大学的课程,包括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课程, 一切都和普通的学生一模一样。 今年10月初,自己突然被学校约谈,要求他自行退学,理由是他没有学籍, 在被约谈后登陆学信网进行学籍查局发现,他的学籍消失了。 多位学生称,该校和理心情况类似的学生有100多名, 其中还有2022级学生。